好 那我們剛剛宣稱等一下告訴你 其實你可能已經想到了 剛剛有個門檻值是0.5 對吧 過門檻值的人 我就猜你會活 沒過就猜你會死 這樣 那這個門檻值其實是可以調的啊 我不一定要設成0.5嘛 我可以設成0.4啊 0.3啊 0.9啊 0.7啊 看我的研究需求吧 所以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調整剛剛那個bar 我要調整那個標準 我要讓存活率達到t的人 就讓他我要猜他會活 不然我就猜他會死 t的值呢 就要由模型建構者來設定啦 這樣 那情況是這個樣子齁 我如果把t調大 t調大就會變出這條紫色的線 對吧 我呢t如果調大 你的存活率要更高 我才會猜你會活 所以呢 就結果來說 t如果調大 我們會更少去猜測會活 更少去猜測positive這個樣子 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把t調小 t調小大概是變成這條咖啡色的線 那你其實呢 就會很容易就會去猜會活 對吧 比如說像這一位 他呢本來可能是不會活的 我應該說你不會猜他會活 但現在在這個新的門檻值底下 你就變成猜他會活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所以門檻調高 就是很難跨過門檻 你猜他陽性的幾率就會下降 反之亦然 這個樣子 那這件事情啊 把t調小的時候更常猜會活 對吧更容易跨過門檻 更常猜陽性 的話呢 因為你在實際存活的人就是那樣 你動不了 但是因為你更常猜測會陽性 所以理論上你抓到的人 大概會多一點 這個是通常 這個沒有一定 OK 實際上存活的人就是那麼多 你是改不了的 那你比較 比較積極的猜測大家會活 因為你門檻很小 你多猜測的話呢 理論上猜中的就會多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recall會慢慢上升 好 那反觀來說呢 如果你把t調大 你就會更少猜會活嘛 你就非常明顯 非常有強烈證據的 你才猜他會活 那這個時候你的命中率當然就比較高 因為你猜的非常的謹慎 這樣子 所以t調大的話呢 precision會上升 好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到 欸我把這個小t調大或者是調小 似乎 在recall跟precision之間 tradeoff which is true OK 所以呢 我們剛剛的情況是什麼 剛剛好像太少猜會活了 剛剛是五個會活的 五個有活的人之中 五個有活的人之中 我只猜中了一個 那我好像應該要把門檻 怎麼樣 把門檻降低一點 讓我多猜一些人會活 所以就把門檻降到0.3啦 我門檻已經降到0.3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有1 2 3 4 一共有4筆資料 被我判定為會活 而不是會死了 本來只有一筆 現在有4筆了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例子裡 4筆都是女性啊 為什麼 唉 就前面說的嘛 因為我們呢 在這裡都是一些高齡的人 在這批資料裡面 他們都是高齡的人 所以啊 今天都已經高齡了 那你基本上不是女生的話呢 是很難 被雀屏中選的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啦 讓大家知道一下概念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已經做完了 我已經多猜了3筆會活 那我的precision啊 recall啊 發生什麼變化呢 基本上 我呢 先把資料整理一下 我猜的4筆之中 2筆有活 2筆沒活 所以就是2 2 我猜會死的剩下來的人之中呢 有3個人 他們竟然還活著 表現得很好 所以呢 這就是3 剩下的就填8啦 這樣子 有了這個 這個混淆矩陣了以後呢 你很快就可以 好 0.667 就是我們這個 十五分之十嘛 這樣 precision 在這個例子裡 因為我改成猜 四個人會死 對不起 四個人會活 所以呢 就變成一半一半了 好 就是我的預測 畢竟沒有完全精準 我現在比較開放了 我現在就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感覺有機會活的 我就說他會活 結果呢 欸果然兩個猜中 但也有兩個沒猜中 所以precision是下降了 本來呢是超級有把握 才說他會活 現在是有一些機會 就猜他會活 那我猜錯機率當然高嘛 但是 recode就上升了 recode的意思就是原本那五個會死的 會活的人之中你猜中幾個 我本來只猜中一個啊 現在我改成猜中兩個了 可喜可賀 所以呢我的recode事實上就上升了 啊同學一定覺得在搞笑啊 這個資料比數這麼少 這個是為了這個投影片做起來方便啊 解說方便用的 你實際上要做的時候 一定是成千上萬筆資料 所以不會像這樣剛好變兩倍 機率很低啦 這樣 好 最後F1score一樣 就是加權平均 所以0.44 看起來好像也還勉強 這樣子 所以呢這是一個Precision下降 而recode上升的例子 好當你把 我們的這個 T 這個門檻值 把它調降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預期 通常都是Precision會下降 而recode會上升 因為你更積極的去猜 人家會通過你的門檻 更積極的去猜 發生什麼事嘛 好所以呢希望這一切對你來說 都是還算是你想一想一想 都是覺得可以是理解的 是嗎 對